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汉语,我是等等 今天我们来做一些HSK三级的听力测试 你会听到一些句子和对话 每个句子会读三遍 第一遍只有录音 第二遍会有一张图片作为提示 第三遍会有汉字拼音和翻译 那看完今天的视频以后 如果你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那么我强烈推荐你购买我们HSK三级的课程 或成为我们网站的订阅会员 一年只需要99美元 你就可以学习我们所有的付费内容了 好,那现在就请大家开始测试吧 这里是经理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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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高兴地跑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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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来了 草都绿了 春天来了 草都绿了 春天来了 草都绿了 阿姨正在打扫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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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边有一艘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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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均坏了 电梯坏了 我们走楼梯吧 电梯坏了 我们走楼梯吧 电梯坏了 我们走楼梯吧 他每天都锻炼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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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下雨了 我们只能在家看电视了 外面下雨了 我们只能在家看电视了 外面下雨了 我们只能在家看电视了 儿子发烧了 头也很疼 儿子发烧了 头也很疼 儿子发烧了 儿子发烧了 头也很疼 他的左眼的颜色和右眼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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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的手机呢 你的手机在这儿呢 妈 我的手机呢 你的手机在这儿呢 妈 我的手机呢 你的手机在这儿呢 别玩手机了 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快写完了 我在玩十分钟 别玩手机了 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快写完了 我在玩十分钟 别玩手机了 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快写完了 我在玩十分钟 我们打车去机场吧 打车太贵了 还是坐地铁吧 我们打车去机场吧 打车太贵了 还是坐地铁吧 小美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听说她工作了一个晚上 现在累极了 小美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听说她工作了一个晚上 现在累极了 小美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听说她工作了一个晚上 现在累极了 怎么样 你听懂了吗 对不起 你说得太快了 我没听懂 怎么样 你听懂了吗 对不起 你说得太快了 我没听懂 怎么样 你听懂了吗 对不起 你说得太快了 我没听懂 请问洗手间在哪 在二楼 你上楼以后向右走 就能看见了 请问洗手间在哪 在二楼 你上楼以后向右走 就能看见了 请问洗手间在哪 在二楼 你上楼以后向右走 就能看见了 珍珍 除了唱歌 你还有别的爱好吗 有啊 我还特别喜欢画画 有啊 我还特别喜欢画画 珍珍珍 除了唱歌 你还有别的爱好吗 有啊 我还特别喜欢画画 周明 我可以借一下 你的自行车吗 可以啊 就在楼下 就是那辆绿色的 周明 我可以借一下 你的自行车吗 可以啊 就在楼下 就是那辆绿色的 周明 我可以借一下 你的自行车吗 可以啊 就在楼下 就是那辆绿色的 听说玛丽答应 和麦克结婚了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我真为他们感到高兴 听说玛丽答应 和麦克结婚了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我真为他们感到高兴 听说玛丽答应 和麦克结婚了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我真为他们感到高兴 你的行李箱里 放了多少东西啊 放了十件衣服 五双鞋 还有一本笔记本 你的行李箱里 放了多少东西啊 放了十件衣服 五双鞋 还有一本笔记本 你的行李箱里 放了多少东西啊 放了十件衣服 五双鞋 还有一本笔记本 妈妈做的饭越来越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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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从国外带回来一些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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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比他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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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眼睛大大的 长得像他妈妈 他眼睛大大的 长得像他妈妈 他眼睛大大的 长得像他妈妈 世界很大 有机会的话 我想去其他国家看看 了解一下不同国家的文化 世界很大 有机会的话 我想去其他国家看看 了解一下不同国家的文化 世界很大 有机会的话 我想去其他国家看看 了解一下不同国家的文化 我应该先放菜还是先放面条 你先放面条 然后再把菜放进去 我应该先放菜 还是先放面条 你先放面条 然后再把菜放进去 你怎么还在工作 休息一会儿吧 等一会儿 这个工作马上就完成了 你怎么还在工作 休息一会儿吧 等一会儿 这个工作马上就完成了 周末你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和朋友去听音乐会 周末你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和朋友去听音乐会 你都喝了四五瓶啤酒了 别喝了 我再喝最后一瓶 好吗 你都喝了四五瓶啤酒了 别喝了 我再喝最后一瓶 您好 能帮我们照张相吗 没问题 准备好了吗 笑一笑 一 二 三 您好 能帮我们照张相吗 没问题 准备好了吗 笑一笑 一 二 三 中间那个穿T恤的男人 是你爸爸吗 不是 他是我叔叔 他旁边那个穿蓝色衬衫的男人 是我爸爸 中间那个穿T恤的男人 是你爸爸吗 不是 他是我叔叔 他旁边那个穿蓝色衬衫的男人 是我爸爸 你来广州多久了 我刚来广州半个月 你来广州多久了 我刚来广州半个月 你来广州多久了 我刚来广州半个月 你对什么运动感兴趣 游泳还有篮球 你对什么运动感兴趣 游泳还有篮球 你对什么运动感兴趣 游泳还有篮球 你怎么又看一遍这部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特别好看 你怎么又看一遍这部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特别好看 你怎么又看一遍这部电影 你怎么又看一遍这部电影 下午多久 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吃了 买 你吃的 太少了 下午会饿的 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吃了 不是说了九点钟开会吗? 小王怎么还没来? 他说他已经到楼下了,马上上来 不是说了九点钟开会吗? 小王怎么还没来? 他说他已经到楼下了,马上上来 不是说了九点钟开会吗? 小王怎么还没来? 他说他已经到楼下了,马上上来 你穿得那么少,会感冒的 妈,别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穿得那么少,会感冒的 妈,别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穿得那么少,会感冒的 妈,别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快点儿,比赛就要开始了 我们快进去吧 等一下,我去买两瓶可乐 快点儿,比赛就要开始了 我们快进去吧 等一下,我去买两瓶可乐 快点儿,比赛就要开始了 我们快进去吧 等一下,我去买两瓶可乐 小李,听说你准备搬家了 是的,但是我还在找房子呢 这次我想找个离公司近点儿的房子 小李,听说你准备搬家了 是的,但是我还在找房子呢 这次我想找个离公司近点儿的房子 小李,听说你准备搬家了 是的,但是我还在找房子呢 这次我想找个离公司近点儿的房子 几年没见你变化真大 我觉得你的变化更大 你比以前瘦多了 几年没见你变化真大 我觉得你的变化更大 你比以前瘦多了 几年没见你变化真大 我觉得你的变化更大 你比以前瘦多了 您慢走,欢迎您下次再来 谢谢,你们这儿的啤酒真不错 您慢走,欢迎您下次再来 谢谢,你们这儿的啤酒真不错 您慢走,欢迎您下次再来 谢谢,你们这儿的啤酒真不错 小花,你看,那是什么动物 大熊猫 它耳朵小小的,真可爱 小花,你看,那是什么动物 大熊猫 它耳朵小小的,真可爱 小花,你看,那是什么动物 大熊猫 它耳朵小小的,真可爱 司机,快停车 我忘了拿护照了 你别着急 我马上把车开回去 司机,快停车 我忘了拿护照了 你别着急 我马上把车开回去 司机,快停车 司机,快停车 我忘了拿护照了 你别着急 我马上把车开回去 现在几点了 我看一下 差五分十点 现在几点了 我看一下 差五分十点 现在几点了 我看一下 差五分十点 今天是周末 超市里一定有很多人 那我们先去银行办信用卡吧 今天是周末 超市里一定有很多人 那我们先去银行办信用卡吧 今天是周末 超市里一定有很多人 那我们先去银行办信用卡吧 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你去哪儿了 我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你去哪儿了 我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你去哪儿了 我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好 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 在刚才的测试中 你做对了多少呢 如果你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那么欢迎大家购买我们HSK3的课程 复习一下HSK3级的内容 如果你想学习HSK4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发邮件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课程或者小班课 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次再见